中佳欣 回香港出席慈善活動 他說這次只是快閃一日半 就要趕回加拿大照小朋友 今次回來 都是叫老公頂蕩照小孩 誰知他半天就開始求救了 想多留一天都不行 幸好最近很多朋友都去了加拿大探他 不用只在香港才有見面 他們終於了解到 我在溫哥華的生活是如何 那種感覺是很奇怪 那天我看到無論是Lian 或者是杏兒 他們來我家 看到我在家做的事 看到我煮飯給他們吃 我們兩個看著對方 有點不知說什麼 那種感覺是很有趣 另外聽說小孩越大越兇 常常欺負姐姐 其實弟弟的性格是不會欺負人的 他很善良的 但是呢 他因為現在還小時候 他如果想要一件事 就是叫做什麼 不顧一切要得到 所以如果姐姐在玩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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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要教女兒明白弟弟為何這樣做 只要她明白為何弟弟這樣做 那心就會放輕一些 就會讓她拿 你要解釋給她知道 其實弟弟不是特意的 其實弟弟沒有人跟他玩 他很孤狂 他很悲哀 那你想不想弟弟很悲哀呢 他就說 那你不如和弟弟玩吧 和他分享一點好嗎 然後他就會和他玩 他就會來唱 他才能 說話 嘩 你會不會再唱 你會不會再唱